草莓熊背后的悲伤故事你都知道多少了 其实这个反派以前并不那么的坏 他曾经也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小熊 有一个温馨的家还有一个爱着他的小主人 在这里因为主人的疼爱 所以他的生活过得非常快乐和幸福 每晚在睡觉前小主人还会贴心的给他讲的故事 可是这一天 他们一家出去旅游 停在半路休息了一会儿 小主人玩着玩着就睡着了 父母抱着他就坐上了车 忘记带走一旁的小熊和其他玩具 小熊们在这苦苦等待 可主人再也没回来过 就这样他们成了没有主人的孤儿 小熊依然不死心 他觉得主人肯定还是爱自己的 不管路程有多远 他也要回去到主人身边 长途跋涉的他们这天终于走回来了 小熊期待地爬上窗户 听到小主人还在像以往一样讲着夜晚小故事 而旁边还放着一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小熊 这一刻他明白了 自己被替代了 他成了一个没有主人爱被抛弃的小熊 从此小熊性格大变 软弱的内心堆起高高的城墙 他带着伤心离开了这个地方 不 只有你被取代了 我们大家都被取代了 懂吗 来到幼儿园里打压着其他小玩具 不过还是有正义之士为这些玩具打抱不平 但在小熊的心里 主人迟早都是会把身为玩具的我们给抛弃的 其实没有哪个孩子真正喜欢玩具 你们在垃圾堆里好好想想吧 慢着 那戴希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戴希 你们曾经形影不离对吗 是的 可他把我抛弃了 不 他只是把你丢了 我们被取代了 是你被取代了 你骗了大宝宝 你一直在欺骗住生活 你从哪弄到的 他爱你大熊 他从来没爱过我 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玩具 你想妈妈了是吗 他从来没有爱过你 不要太天真了大宝宝 把他们全都推下去 清醒后的小孩将草莓熊丢下了垃圾车 大宝宝 等等 等等 他完蛋了 我的天 好心的死对头还是在慌忙之下救下了草莓熊 小熊从垃圾堆亮亮呛呛的走出来 看见一个货车向这边驶来 他立马装成玩具模样倒下 怎么了 我捡到了小时候玩过的玩具 草莓味道 主人将他带走绑在货车上 小熊有了新主人了 其实草莓熊也是一个可怜的小熊 被主人遗忘了替代 但是一直走不出来的也只有他自己 经历这一次的波澜 他应该是懂了 学着去忘掉那个已经不爱自己的人 好好地过着自己的新生活 不能被仇恨淹没掉那个曾经开心快乐的小熊